新坤叶姑娘为了保足清白 决定用燃烧的蜡烛烧毁自己的荣耗 随着一声参叫 天下第一美人的容颜就此备 姑娘名叫悠然 本是极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哥 但她的哥哥却为了孤落的地位 强行将她送往了东部和亲 即使悠然再不情愿 却也无法改变任何事情 临行前悠然找到了自己的挚爱黄太极 依偎在她的怀中 希望时间能够静止在这一刻 可悠然一想到自己必须和亲的命 瞬间红了眼眶 黄太极听着悠然的话 顿时心如刀割 悠然故意自嘲地表示 她如今已经渐渐老去 成为了别人口中的老女 没有资格再陪在黄太极身边 还不等黄太极反了 悠然再次打断她的话 我们之间结束了 早就结束了 悠然装作轻松地告诉黄太极 自己马上就要嫁人了 两人还是相忘于江湖为好 黄太极文言十分痛心 却无法挽留悠然离开的角落 此时天空下起了滂沱大雨 黄太极只能站在雨中 看着悠然渐行渐远 而悠然的心又何尝不透 她的眼泪早已滴湿了一惊 两人相爱却不能在一起 真是命运弄然 这时悠然剧烈咳了起来 片刻后当她低头看向自己的手臂 竟然发现自己渴出了鲜血 悠然清楚自己的身体状况 她这一走恐怕以后再也没有相见的结果 当即失声痛哭起来 时间很快就到了悠然大婚的日子 她穿着大红色嫁衣头戴风冠侠袋 异常的美艳动脸 谁知刚走到半路 就遇到了前来劫亲的努尔哈赤 奈何对方只带了三千人 很快就管和敌众失了下风 轿子中的悠然赶紧出面劝了 表示努尔哈赤是来送请的 一切不过是误会儿 这才避免了一场纷争 经过一天的行程 悠然已经到了东部 可东部的贝勒是个十足的色谷 哎呀 我朝思暮想的美艳 贝勒喝得烂醉步履蹒跚地走向悠然 等她掀起新娘的盖头 探清对方绝美的容颜时 瞬间哈拉子都留了下来 为了自己的清白 她仓皇之中拿起了燃烧的蜡 毅然地将火光对准了自己的脸颊 下时间脸上已经被烧得一片血河 伴随着一声惨叫 悠然的脸算是彻底毁了 贝勒也被这场景吓了一跳 急忙叫来了大夫为燕燃医治 看着悠然脸上可怕的伤口 大夫只能无奈地摇摇摇 叶不尽这脸 怕是会儿的 这第一美人的脸 就这么 就这么毁了 贝勒看着呆坐在床边的悠然 气不打一出来 他本就是看中了悠然的脸 才会着急迎娶 如今的情况却让他异常扫心 这时悠然又开始咳嗽起来 而大夫经过诊治 却发现悠然患了不可治愈的肺脑 贝勒文言立刻露出了嫌弃的表情 当即气愤地扭头离开 这时悠然的侍女走进屋中 看着主子脸上的伤 心疼地哭了起来 如今主子的脸被捂 就再也得不到贝勒的重心 没有宠爱的女人 要如何在这草原上活下去 可悠然却对这一切毫不关心 立刻让他们下去 感受到脸颊的疼痛 悠然已经做好了 要独孤终老的准备 这边大夫劝为贝勒及时处置 否则悠然的病会传染给整个部位 他人就没有办法 得到否定的回答 贝勒思虑再三 最终还是吩咐侍卫将奄然处理掉 此时的奄然因为脸上的伤 竟然发起了高烧 一群侍卫二话不说冲进营帐 不顾侍女的阻拦 强行将昏迷中的悠然抬抖 可怜的悠然还未断起 就被丈夫狠心扔下了万丈深渊 而悠然的死讯很快就被传回了部落 得知悠然被扔下悬崖 连尸骨都没找到 努尔哈赤不禁暴跳如雷 找到那就是不可能 那只是风云风雨 爱慕悠然的戴善不肯相信这个事实 立刻就要命人将这个满嘴胡话的侍卫 拉出去斩了 侍卫这才急忙从怀中 拉出了悠然掉落的发灾 戴善见状万念俱灰 一边念叨着悠然的名字 一边伤心地哭了起来 皇太极的心更是像坠入了冰窖一般 不敢相信这个事实 只能独自一人骑着马 发疯一般来到悠然坠崖的地方寻找 姑娘新婚夜被丈夫狠心扔下悬崖 却因祸得福被未来皇上救下 虽然悠然的容貌已有 但皇太极依旧不离不弃 每日在床边贴心照顾 看到悠然清醒过来 皇太极急忙端起水为她 想到自己的丑陋容颜 悠然立刻用被子将自己遮住 我还痛过 你别看我 我求你 悠然疏离的话语 让皇太极自责不忍 都怪自己没有更强大的权 才让悠然受尽了苦楚 为了不刺激她 皇太极无奈只好暂时离开 这边侍女端着要来到屋中 悠然听着对方称呼自己为福晋 顿时吃惊不已 急忙叫来自己的贴身侍女询问 原来是皇太极对外宣称 悠然是自己从其他部落营取 画了风寒还在庄子上 悠然听到侍女的话 立刻找到皇太极 质问她为何自己成了一个外宅人 皇太极这才从容解释 如今所有人都以为天下第一美女已死 悠然便可以换个身份好后 而皇太极也有私心 想把悠然永远留在身边 听了这番话 悠然顿时觉得无比轻松 她终于能为自己活一次 两人也在这时常态的心扉 这时皇太极伸手摘下悠然的内纱 从此以后 你就是我多一无二的不悠然 两人对事两久最终相视而笑 而皇太极每晚都留宿在外宅 府中的几个福晋免不了有所争执 都在猜测外宅的女子到底是何学 另一边努尔哈赤有意让皇太极 继承自己的位置 便故意让她参加宴会 来选择一位科尔沁的女子当福建 可皇太极根本没有取亲的笑容 反而是正经危急 一副借酒消愁的模样 等到宴会结束 皇太极就迫不及待地来看望悠然 却无意间发现她病情加重的事 皇太极顿时心急如焚 强行稳住了悠然的蠢 丝毫不惧怕她的肺劳传人 见到皇太极如此生气 悠然彻底被打动 心中也坚定了 陪伴皇太极一生一世的想法 次日悠然正在房间喝药 却听到书房传来一阵争执声 悠然捏手捏脚地走过去 原来是下人正在向皇太极 禀报联姻的指导 可想而知皇太极勃然大怒 十分不情愿 悠然文言不禁失落不已 她终究是不能独占皇太极 晚上悠然思虑着白天发生的事情 她很好奇 皇太极现在究竟有多少福晋和孩子 是女文言如实告知 皇太极只有被刺婚的三个福晋和一个孩子 并没有其他的妾室 悠然很是震惊 作为大经国即将要继位的阿哥 她的女人和子嗣竟然如此稀薄 想到这些年皇太极竟然从未那切娶妻 悠然不由地深受感动 随后急忙来到书房 主动挑明了与科尔庆联姻的事情 悠然知道皇太极打心底不同意 可她身为阿哥 就必须做身不由己的事情 皇太极文言十分难过 她提出带悠然远走高飞 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悠然文言顿时红了眼眶 她虽然想与皇太极相守 却不愿让她为自己放弃一切 只要她的心属于自己 娶哪个女子又有何妨 想明白这一切 悠然最终成功说服皇太极 定下了这门亲事 大婚很快举行 科尔庆的格格洛洛一身红衣 满心期待地在洞房中等待此去 没想到皇太极根本不在府中 而是又去了外宅 洛洛得知后不由的怒火中烧 发誓一定要找机会 会一会这个外宅附近 几日后悠然带着侍女去寺庙上乡 刚好遇到了皇太极的大附近 折折的洛洛 看着昔日的旧人 悠然一时惊慌失措 急忙借口身体不适离开此 而洛洛早就看她不顺眼 慌乱间扯下了悠然的面纱 害人的伤疤让洛洛大吃一几 为了你怎么会看上你这个丑八怪 洛洛说完还不够 不禁出言嘲讽 若是天下人知道即将继位的皇太极 竟然宠爱着一个丑八怪 不知道会被多少人随意扁排 一旁的哲哲也劝慰悠然 如今皇太极虽然即将继位 可有多少人对这个位置 是单单 虽然府中的福晋都贵为科尔庆的歌 可一日不为皇太极诞下的词 那等到皇太极登上高位时 身后就没有部落的支持 还未知争使我们的家族 只会支持有蒙古血流的孩子 悠然听着两位福晋的话 领色草白 心中苦涩不已 深夜皇太极准时来到外宅 看着悠然的气色越来越好 皇太极欣喜不已 准备明日带着悠然去草原什么 悠然开心地答应下来 可想到白天落落的话 悠然心中还是无比的沉重 经过深思熟虑还是决定离开 不做皇太极的拖累 次日悠然便给皇太极留下了一封信 希望他能善待各位福晋多延绵子嗣 随后便独自骑马离开了外宅 过了许久 皇太极才发现悠然已经离开 他心急如损 急忙派出所有的侍卫出去寻找 可找遍了周围也没发现悠然的踪迹 得知这一切都是落落引起 皇太极大发雷霆 立刻命人将落落关到柴房 以后都不得出现在自己的眼前 落落文言恍若晴天霹雳 不敢相信皇太极居然为了一个仇女 如此对待自己 这边皇太极再次来到外宅 回想起与悠然的点点滴滴 故经落下泪来 皇太极最终会找到悠然了 两人之间还会发生哪些故事 关注八两下极更精彩